一日之计坐于晨 走入阿尔丹巴萨 远处的山景 以及热闹的街市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活风景 很多人都说 槟城最美的就是 山水、风景、美食、日情 来到阿尔丹巴萨 我又再次感受到 这种槟城独有的美好生活情怀 这是新鲜鸡蛋 胡料丝丝丝 6,000多颜色 古老70年代那种设计风格 这就是槟城很出名的 洛迪笨咖喱 这是煮海鲜 这是煮鸡 这是生饭 洛迪咖喱 是面包干的 松剑辣 辣沙花 还有姜花 它是很香的 五香豆腐是在槟城很特别的 只是在槟城才有的 炒温士 这里仍然有很多白衣 阿尔丹巴萨 车来车往人外人 真是有狗热闹 这就是阿尔丹 阿尔丹 阿尔丹有很多好地方 说到阿尔丹这区 是很多本地人 以及游客都很喜欢来的地方 阿尔丹就位于几座山之间的谷地 来到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翠绿山景 我觉得阿尔丹真是三年水秀 这个山真是很漂亮的 山景真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棒的 来到这区都可以上升旗山 参观纪录址 到阿尔丹水坝行下 还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 顺便走一走百年历史的老巴萨 感受这里热闹的街市风情 以及生活气息 阿尔丹巴萨的特色之一 就是路边的摊位真是特别多 在交通繁忙的马路边 卖东西、讨价还价 虽然说马路上的交通很繁忙 看上来就有点混乱 但我看到这里的客人 都已经很习惯了 就形成了一幅 热闹又有次序的市集风景 其实走一个巴萨的位置 很窄 你要就此就此 但个人也不会说 有什么交通意外 大家都习以为常 驾车的人会小心点 买东西的人也会看路 很难得的是 在巴萨的路边 依然有人买布 其实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懂车衫、车备、配单 所以整个布还可以做 但现在很多巴萨的布档 已经卖少见少了 这里都是床单的布来的 窗帘布有吗 你喜欢也可以 你喜欢可以 这个是楼边的发档 前面有些巴士 大楼 很多车都经过 所以你去巴萨 第一小心交通 这个是咖喱香料 各式的咖喱 如果你煮咖喱 你就可以来这里 叫老板配给你 他有各种香料 和咖喱 辣椒 这是咖喱香料 这是咖喱香料 这是煮什么 海鲜 这是煮海鲜 这是煮鸡 这是煮鸡 这是芯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 如果你要煮什么 它可以配不同的酱 它已经混合了 蒜味 葱头 和香料 所以这里的咖喱 是特别好吃的 这是不错的 都在炸柳 存在 很多人 就是在逛逛的嘴巴 停一下 买一下 打包 就走回 我觉得是 最早期的逛逛 就是 买完好方便 就走了 最好 就是错磨多利 看一下 这个又是什么 香菜 你自己煎的 番茄麵粉糕 番茄麵粉糕 你自己做的 是自己做的 这个就是奔西很出名的 Roti Bungari 如果你叫它 就可以用牛油 Butter和Kaya 是一个很传统的 马来西亚小食 这个是卖野的椰水 其实在马西亚很多地方 都可以买到椰水入 这个也是一个花档 因为明天是15 中秋节 所以很多人来买花 这个是买鸡蛋 这个阿伯是买鸡蛋 新鲜鸡蛋 阿伊丹巴沙 基本上是一个巴沙 加上一条老街 以及路边的摊位组成 这里就有很多路店铺 这些路店 无论是装饰 招牌 买的东西 都令人有一种 旧情面面的感觉 潮万兴啊 这个是潮州人开的 三百年啊 八年历史啊 潮万兴的老板彭鲁先生 跟我一样是调招牌 那这一日他还跟我 谈了一些路店的历史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 阿伊丹的发展变化 他说附近很多路店 都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现在的店都是靠一些熟客支持 当很多路事物都走入历史 珍惜眼前变得更重要了 希望这些传统老店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继续营组下去 哦 你们看一下 摩登女子 是否很古老 很七十年代那种设计风格呢 在这里依然都可以找到 这些传统的路店 这应该是裁讽店 买一些线啊 在这里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种 我觉得还是很八九十年代 那种路店那种经营的气氛 这些传统的传统 应该就是以前有人教你车衣 做衣服的地方 现在就是财访 财访店的蔡老板就说 这个招牌都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以前他们也有教别人车衣 现在当然没什么人有兴趣学车衣 但他们依然继续这个行业 现在就卖一些财访的针线了 你们还是有卖很多鲜啦 真鲜来找你们就对了啦 以前也很流行的 执衣服啊 哇你们有不同 不一样的颜色哦 哇不同颜色的线 如果你真的要找 六千多个颜色 哇 如果你来到丹巴萨 要找这些针线呢 都可以找 一间摩登女士裁服店 都可以找到丹巴萨 真的有啊 我都可以找到丹巴萨 这些路店也是服务路客人 比较多 而来到丹巴萨 没有错过参观 你们可以来看看附近一些路店 就比以为我身后是这家全品的财访路店 其实以前是有教人的车衣服的 好沿着这一条大路呢 我们现在就转去丹巴萨了 这个丹巴萨也是很有传统老巴萨的特色的哦 现在就来走这个丹巴萨了 其实呢 我看资料啦 其实有这么多年 这里有发生过 发生过火灾 也都是有关当单位 其实我将它改建的 但是现在依然坚持下去 保留下来 可以看到这个传统丹巴萨的特色 南福色干货 可以看到黄色整理 この像是黄粱吃全吃 Damas 这种种类很特别 你会看到很多是本地特色的菜 自己小农种的菜 例如半丹叶 草药 咖喱叶 在阿尔丹巴沙 都可以找到很多本地草药 和本地小农种的菜 你应该来支持一下 没有农药的菜 这种肯定自家种的菜 所以自家种的有机菜和花 这个就是南花 这个就是 艾草 这个是柳叶 拌叶 可以用来炒蛋 这种都是自己种的 这个就是萍皮豆 好辣 天堂楼 竟然一个是幼基梳果水果袋 所以这里也可以买到一些幼基菜 很多新鲜的鱼 这鱼是哪里来的? 在里面出来 哪里也是 来自槟城的鱼鱼海鲜 很新鲜 在阿尔丹巴沙 都可以买到五香豆腐 这个豆腐非常香口 有很独特的五香味 在槟城独有的手工豆腐 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每次我回家乡 都会买些回去给我家人吃 那就特别推介给大家 有机会一定要来试一下 这个阿尔丹的鱼鱼 真的很多年历史 这个建筑物到现在依然保留 这里也是很热 又早上六七点 就一直是 最热的应该是七点 刚才说的卖菜 这里真的很多车 经过 永远是这么热 哇 这个花很漂亮 这个姜花很漂亮 这个就是紫辣西茸的姜花 来到阿尔丹巴沙 可以看到很多好奇 自己种花草 水果和蔬菜来埋 比如说姜花 这是一种菜 蔬菜 老师应该是自己种 自己拿来买 这是香蕉花 木瓜 和一些竹叶 如果你吃奔承拉沙 一定少不了 拉沙花 也叫做姜花 它是很香的 可以吃完的花 哇 这两棵真的开得很漂亮 我要买回去 当成本地小农 好啊 谢谢 四枝花 一枝竹十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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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在阿尔丹巴沙 今天来到阿尔丹老巴沙 我真是收获丰富 在这里 可以感受到一种 古早的街市风情 还有很多 传承了几代人的美食文化 古早的好滋味 这个巴沙就好像老奔承的生活情怀一样 好温暖 好有温度 好有亲切感 如果你下次又来到奔承 一定要来巴沙逛逛 一定要来巴沙逛逛 吃什么呀 猪筋 哦猪筋 哦猪筋 哦猪内藏 猪红 好了 如果你们要买猪内藏 可以来这里 人家在大路边 哈哈 麻烦了 老板 小小小小小好 很亲切 这个巴沙很好 很有人情味 这个巴沙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一张大路边 有个人 这边的人很亲切 对 很亲切 就像街坊一樣可以傾向你 由巴山走出來 就會經過很多土產店 比如說賓城出名的中金泉 賣豆扣油、淡溫餅 賓城水粉、淡溫餅 牛圓糕、吉仔水、豆蔻汁 這些都是很傳統的賓城土產手信 中金泉是一個很經典、很古老的賓城 在淡溫餅附近也有很多很不錯的壁畫 比如這幅是方紫繞的壁畫 今天真是收穫很豐富 又吃了解麵、桂雕湯 又帶了很多東西 和很多的老闆聊天 我覺得淡溫餅真是很值得來 都建議來早上走了 吃了一些美食 就可以順便上來極樂市 參觀一下很多年歷史的觀音廟 看看這裡的景色 這是賓城很著名的經典的旅遊景點 這裏有一個大伯宮廟 阿爾丹這裏 裡面也有一個古廟 貴山年下 我覺得阿爾丹這裏的風水真是很不錯 順便就給你們看一下這裏 烈樂市山下的村屋 這間屋都很特別 太遠 阿爾丹這裏 農村風情 什麼農村風情 很古色古香的村屋 阿爾丹這裏真是 誰處都有兵器 誰處都是寶 是真的葡萄來的 賓城真是一個好山好水好地方 好地方啊